世界上所有的快乐 其实都是人间的欲望 诗的开心叫食欲 有钱这叫贪欲 追求男女之色叫色欲 整天想睡觉懒惰 这也是一种睡欲 也是贪图享受的欲望 所以人间不能以快乐为生 这是让你明天懈怠的根基 所以一个人活着太快乐 他不会想到要学佛修行的 为什么要苦修 就是让我们开悟 人间所有的一切都是暂时的 这些都是世俗的欲望 只有减少对人间的欲望 我们才会离天接近 所以台长经常跟大家讲 人间得的东西越多 你连天上越远 人间社区的东西越多 你离天上就越近啊 我们只有减少世俗的快乐 才能感应到你心里真正的快乐 记住了 内心真正的快乐 是因为从精神上拥有的 那是永久的快乐 苦修就是要推动你进入修行之路 想一想在座的所有的佛友们 你们不苦怎么会去拜佛呀 都是吃苦了 生病了 身体不好了 家庭出现问题了 这个时候走投无路 才会想到 菩萨你来保佑保佑我 才是知道人间一切不可得 所以学会吃苦 那就是宵夜 如果一个人整天太快乐了 他就醉了 他被人间的一切所迷惑了 所以他会找不到自己的家呀 就像喝醉酒的人 最后找不到回家的路一样 我们必须要控制人间的欲望 我们才能提高佛的境界 有一个人听了因果道理 也懂得了法不失财不失 无谓不失的道理 他对法师说 等我以后有财了 我一定会广修供养 做一些既是旧人的事业 这个法师说 等你有财再不失 你永远就不会有财 也不会再不失 为什么 法师告诉他 因为你的富有 是从不失中得来的呀 这个人说 我很贫穷 我连饭都吃不饱 我怎么来不失啊 法师父 法师从那个人碗里 加起一厘米 说 一颗真诚恭敬的爱心 从一厘米就可以不失 我们少吃一颗米 几粒 十几粒 几十厘米 并不影响我们生命的健康 很多时候 我们对我们自己 已经无所谓的东西 对有些人来讲 他们是十分需要的 我们真诚地恭敬地去布施 哪怕一厘米 一文钱 只要是布施的你这份心啊 这就叫功德 人的毛病 往往是得到后才布施 而事实上 布施就是靠现在做起 我们现在法布施去度一个人 你才会得到功德呀 如果你现在要别人对你好 你不先去对别人好 你怎么会得到别人的善良善意呢 所以真正有才的人 他是没有时间去布施的 没有布施的人 又不愿意去布施 因为他要用这些才来换来更多的投资 所以佛门当中谈舍 就是要懂得怎样得 实际上只有舍了才能得 所以人生就叫舍得呀 本身舍就是在得的当中 想一想 一个母亲为孩子 整天的舍取自己的时间和钱财 和自己的一生最后得到是孩子 对他的孝顺的回报 当一个人舍去了自我的利益 才会真正的拥有菩萨的智慧 谢谢